每逢母亲节来临 我都会或多或少地回忆起我的母亲 她的温柔和守候 她的努力和坚韧 都如同影画般浮现在我的面前 想起那一天 我挥手告别母亲 独自漂流异乡 母亲无助又期待的眼神 永远刻在了我的心头 是啊 曾经家中热闹的笑声被寂静取代 而她也是为了我 却独自坚守在那个空荡荡的家 等我回来 也自那日起 远方的电话铃声 变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 也最悦耳的声音 接听儿子的电话 是母亲一天最大的盼望 哪怕每次听到的都是哥俩 老生常谈 又不切实际的废话 其实啊 母亲只想听听儿子们 那近在咫尺 却又远在天边的声音 有许多次 母亲刻意不接电话 不是她不想 而是又生病了 曾经多少个日日夜夜 母亲仰望星空 期盼着儿子们 或许会被某个航班带回 可到头来 多少个日日夜夜 母亲却依然 是在失望中 迎接天明 老人抬抬手 儿女路好走 这句时常挂在母亲嘴边的话 既是对失望中自己的安慰 又何尝不是 对儿女诸多亏欠时的宽容呢 如今 我也时常仰望星空 更多的是思念 时常翻看照片 更多的是泪眼婆娑 深深的回忆 如今 那头再也没有了接听的人 而我的生命中 少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生活中 又失去了一个 归属的家 原来失去亲人最痛苦的 不只是失去的那一刻 更是日后想起他的 每一刻 人生意 看错了 也没失去的 我感觉 月儿 明风而轻 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里 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 即使我过得还可以 月儿明风儿清 你有何曾爱过我的梦里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直到我睡得清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怕我再想起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